安义轩 陈荣恋夫妇向武汉一区第一时间捐款1800万元和10万个口罩 除此这些以外还给澳门政府捐赠了10万个口罩 这个消息曝光后 很多网友都夸在安义轩陈荣恋夫妇非常慷慨 1980年9月29日安义轩出生在台湾省台北市 安义轩有着一张让人过目不忘的容颜 朦胧的大眼睛闪烁着单纯洁净的心 娇俏的鼻子点缀着玲珑活泼的性情 风盈的唇调和着妩媚性感的气质呼之欲出 勾勒出一个富足不爱妩媚大气温婉的形象 而安义轩的入行经过有点梦幻色彩 当时仍在花莲念书的安义轩 有着一头极尖的飘逸长发 一双原谅精彻的大眼 举手投足间有着说不出的魅力 在一次班级聚会里 被王红数字科技的导演一眼相中 惊为天人 积极邀他前往台北 洽谈未来演艺发展事宜 无奈安义轩在留下电话后 却如同空气般蒸发式的 任经纪公司如何联系 始终无法搭上线 就在他们几乎淡忘他时 安义轩却偏然出现在台北 与任职该公司的好友聊天 果真是他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经纪公司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自然不会再让眼前这块蒲玉白白消失 当机立断 邀请安义轩的家人前来商谈签约事宜 开始他父亲不同意 在宝贝女儿柔情的眼泪攻势下 心软的爸爸只好勉强答应 但前提是安义轩不准传出任何绯闻 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 就得放弃一切演艺工作 马上向观众说再见 正是签约的第二天 安义轩旋即成为 美丽封城国际电影节开幕 首映电影封城女主角 一脚踏入绚丽缤纷的演艺圈 2004年 因为出演由网络游戏改编的电视剧 《仙剑奇侠传》中的痴情林月如一角 而在内地走红 并获得广泛关注 后来又接连在内地出演了金庸武侠剧 《雪山飞狐》 《一天屠龙记》 以及穿越剧《古今大战秦永晴》 浪漫爱情电影《我是处女座》上映 凭借该角色还获得了第八届澳门国际电影节 最佳女主角提名 等收拾大热的影视剧 而在内地持续走红 一路顺畅 个人生活 2014年安以轩与陈荣恋正式公开恋情 2017年3月15日在微博宣布两人的婚讯 2019年3月15日安以轩通过微博宣布已经怀孕的消息 安以轩终于完成了自己人生大事 升级做了妈妈 同时还有疼爱的她的老公 可谓是人生大赢家 希望照顾好家庭后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精彩的影视作品 有喜欢明星故事的可以点一下关注 下期更精彩